哈喽,大家好,我的卧底身份暴露了,被敌军抓了起来,现在正在过安检 好了,不说了,我要先去过安检了 把你身上的武器给交出来吧 好吧,就这些了 那你再去过一遍安检 唉,行吧,希望这个安检没有这么厉害 你别这样看着我 好吧,那我就不藏着了,这是我身上全部的武器了 真的没有了,看到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子,我劝你老实一点,你现在是个囚犯 你要是敢轻举妄动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干掉你 那个小蜘蛛怎么样了,现在是不是被关起来了 是的,长官,我们按照你的要求 已经受了他所有的武器,并把他给关押起来了 回我怎么相信那个小蜘蛛 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敌军派过来的卧底 还好有个秘密计划没有告诉他 现在好了,这个小蜘蛛落在我手里了 通过一些方法,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敌国的情报 谢谢,他以为拿走我的武器 其实不然,我还藏着一把手枪呢 现在必须要想个办法的离开这里 咦,我想到了 嘿,那位兄弟,我们要洗澡 希望你真的只是洗澡 不然的话,你会知道后果的 好的,总算是出来了 这样一来,逃跑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早就预料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谢谢,我早早的就在澡堂准备了一系列的道具 现在总算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哦 谢谢,这个时候就要藏起来 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等那个保安进来了 就可以直接动手了 嘿嘿嘿嘿 嗯,怎么回事 洗个澡也不至于要洗这么久吧 看天有古怪,进去看看 嗯,他们人呢 刚刚不是还在里面呢吗 怎么不见了呀 嗯 谢谢,好机会 赶紧跑出去 哦,怎么外面还有一个 哦 你给我趴下吧 好的,既然来就来了 怎么能不带走一些东西呢 嘿嘿嘿 这个黄金就很不错 OK,接下来就是武器了 我就随随便便地拿走几把枪吧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谢谢,可以了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就你们这点智商,还想跟我斗 你们还愣着呢 哦,怎么那边还有保安呢 不过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 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得小心一点 哦 兄弟,再见了 怎么那个家伙的手下都这么蠢呢 果然呢 有什么样的上司 就有什么样的下属 简直绝了 好,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等那个家伙回来就糟了 还是得赶紧出去 哦 OK,总算是逃出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